比流血流血不止到县医院 县医院去进行抢救 抢救完以后县医院不留 他说你赶紧上省医院 来回费用得三千 我说怎么这么贵 他说你去了 你要是从东平去车 完了他到那安排不了床 你要他那来车呢 他说你能今天去了 安排一下明天就能住在医院里去 他去了以后完了是要三千块钱 他说咱进来是急救中心的 都是这个收费法的 不交钱鼻子上车到不走 看见的钱都是村里的捐钱 都五十六十里拿给孩子捐款 孩子治病 打了120急救... 警察的电话人家问了问 就是说昨天没有去派往 就是说是东平 然后往这拉的病号 没派出这趟车 是整个手费的 他当初他为啥 手单三千块钱 哥哥 我得有点疑惑 还能给他开个手续 给发票之类的 他回去他多少钱 他得保销 你吗这个事 你全部都 你全部都给他退了 都退了 以后你也别发票了 这个价格可能修得高一点 因为刚才我把那个钱 都给转过去 转了三千块钱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收到了 信息又收到了 也有点误会 可能是这上的工作人员 就有点凶不 零视频客户单全新上线